今季的流程表達得比較忠誠 灰色頭髮亦是很當道 不如今次跟大家用一個全背頭 先把頭髮分為上高的位置 然後放在旁邊梳滑梳鐵 留意這個位置不要紮得太短 因為我想它做到貼的效果 輕微一點Hashway固定 下面我會建議自然直或夾直就可以了 就不用刻意夾得太短 因為我想做到一些中性的效果 尤其是這裡就要分享一下 如果頭殼頂層次比較短 就會容易製作 做了T的頭髮的技巧 因為你要貼一下這些位置 才可以做到頭髮蓬鬆 對 沒錯 T之後就適當一點噴發膠 放下來 下一層 如此類推 梳起 然後我們就用梳子輕輕做了T的效果 然後 少許Hashway 重複 因應髮量 每個客人 或者每個女士 做這個頂層的分區都不一定 因為如果頭髮多 我們分區就要分得比較多的次數 噴少許噴發膠固定了 稍後就會比較容易控制 好 完成了之後 我們就薄薄在面層那裡 梳滑頭髮去 給點時間 輕梳 看到這裡我們要跟哪間做一個連管 輕梳出去 我也挺喜歡這個髮型的 我也幫不少女生年夜晚餐 去處理了這個髮型的 因為比較特別一點 不是傳統的女生設定頭髮 就很軟 或者是很女性的感覺 因為現在流行的東西 都已經慢慢有些不同出現了 就是走得比較中性一點 而且也未必每個女生 都是穿晚裝裙出席 任何夜晚餐 可能有些比較幼型的 感覺都會有的 另外这边也是如此类推 可以做刚才那边相形的动作 这里夹了中文人在这里做一个固定 这里看到这个公仔塔这么棒的灰色就灵感到 很想赚一个比较中性的发型 因为都发现少人做这些发型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效果 只要跟着刚才的步骤 这个发型就大功告成了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